《附塵天險》 附塵天險位在今天的鹿尔門溪口 港口因岸礁盤結航道險惡 巨型的船艦無法進入 所以有了天險之稱 隨著台江內海泥沙淤積 河道縮減 大多也成為了陸地 過去的港口只能遙望鹿尔門溪追憶 這裡也是鄭成功登陸台灣的第一步 我以前寫那個 台灣三部曲的劇本的時候 我有來這裡 我來這裡看了 我來這裡看了 不來這裡看了 這時候很熟悉 我以為我來這裡滾 後來我想到 以前我爸的鑽停在那個港 我看那鑽子 他再來到這裡 我從這裡塞出去 塞出去又塞進去 突然間覺得很感動 你知道嗎 很感動覺得說 我在歷史的軌道裡面 航行過這樣子 我來在解讀鄭成功的關係 比較新的 企業第二代接班 還是說那個教父 你在看教父 教父 教父接班 教父 教父的兒子 他不要一切人 不要一切人 軍人 軍人出身 不然是不然 可是倒退好像也是 加入以後 比老爸更狠 這樣子 我是覺得應該是用這種 從來沒有人用這種角度 來解讀這對父子 大家都用民族 用民族的概念 國家的概念 我們外在這個現代 我就不看到 哪一個生理人 有多麼偉大的國家觀念 民間本來就 很多有地方的勢力 有大高 有什麼 本來就這樣 所以我看 就給他帶水 教育 所以要用這個角度 電動卡 可以挖 我們用現在 國家觀念去看以前 不一定完全 接到 但是其實 對於歷史來說 其實電子龍跟電子龍 有一個最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電子龍 就是海雜出身 所以對於 他做的海雜 他自己的勢力擴大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像 成是一個 那個時代的黑幫 或是那種黑水片 那種教父那種感覺 所以第一代政治龍 是這種感覺 是沒問題 但是第二代 電子龍跟他不一樣的地方 電子龍是從日本出身 但是他長大到大概 在學嶺的時候 他爸爸就把他帶回來 然後就把他帶到 送到南進去 那個時候明朝 在南京的地獄 所以他就把他送去 學這個傳統的教育 所以正成功 被教育成一個 有傳統這種儒學信仰的 這種 這種中國人的 這種傳統的信仰 所以用忠君愛國 所以他一世人 他想反情負面 就是這樣 因為他信仰 就是這個明朝的 這個正統 這個政治 因為他學過這個教友 所以他爸爸去投降 他沒有接受 所以電子龍 最大的差別 其實是這個地方 西元1661年4月30號清晨 熱蘭浙城裡的荷蘭人 遠眺發現海面的不平靜 正成功率領六百艘戰船 兩萬五千名的戰士 正午大潮湧現 原本滋留在外海的船隊 竟如滔天巨浪長驅入侵台江內海 大批人馬在北上尾下船 安营 大戰前夕 鄭成功的軍師沙盤推演 雙方陣營都等待著隔天幾股迎戰 這場戰役 就是鄭成功登台的第一戰 北上尾戰役 面對政軍來勢洶洶 熱蘭浙城裡的議員緊急開會 由於和軍的炮 只能打到三公里遠 鄭成功的軍隊在射程之外 荷蘭想出策略想要引誘鄭成功上鉤 但又該派誰去誘敵呢 當時領軍的是那個 中文叫拔鬼仔 就是荷蘭的一個軍官 他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他對台灣的這個整個地情 整個他其實是很瞭解的 至高奮勇的貝德爾隊長外號拔鬼仔 參加台灣無數的戰役 最有名的是1642年進攻淡水 聖多名歌堡驅逐西班牙人 以及1652年鎮壓郭懷一農民看暴事件 一路從夏市升格到最高階的上尾 這回攻打鄭成功 貝德爾當然不讓 大戰在隔天清晨博物中拉開序幕 荷蘭先往北上尾鄭軍駐紮的海報 開槍示威 目的是要引誘鄭軍的船隊進入射程 再出動戰艦大炮和熱蘭車的火炮起轟 試圖一舉殲滅 但鄭成功並不傻 當時二話不說馬上派了60艘戰艦 從赤坎樓 普通名車程那邊 趕赴到這個位置來 荷蘭海艦主要是要打這個陸上的 那你要打陸上的 那還是要打鄭成功的 你不需要打他嗎 你不需要打他 他就打你喔 荷蘭船艦萬萬沒有料到 鄭家軍從側面起襲 穿梭在大船之間 以小博大引燃小船 發動一波波自殺式的攻擊 和他父親鄭之龍戰術如出一側 這艘爆炸的是主力戰艦 赫克多號 這一艘白魯斯號 這一艘叫做斯格拉佛蘭號 另外有一艘比較沒有戰鬥力的 就是這一艘馬利亞號 他就往巴達維亞航行 逆風航行45天 到了巴達維亞 鄭成功已經來進攻勒蘭澤城了 後來這個船隊在八月份的時候 真的還來到了台灣 也發生了一場海戰 那場鄭成功也是取得勝利 海上擊潰核軍 岸上同步開戰 鄭成功的軍隊部署 左 中 右 快速變化 荷蘭軍隊根本來不及反應 隊伍前方擺出鴛鴦陣迎戰 這些荷蘭軍的遺體 大部分都是頭的地方碎掉 這顯然是被鈍器打 腳進骨的地方好像有刀橫砍 一個頭一個腳 這顯然不是一個人殺他 而是有一組人在運作來殺他 鴛鴦陣本來就是抗窩名將七季光發明 用來對付倭蔻 最大的特色就是狼險的使用 這個就是狼險 這狼險 狼險是什麼呢 一根竹子 前面的那個繡錫 就是沒有把它砍掉 只有這個竹子的下面把它弄掉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地方 竹子的地方就是它的毒針 然後就往荷蘭軍的頭 就跟它弄過去 這荷蘭軍想說 怎麼拿這個大哨把來打我呢 就抽起劍就在那邊砍 先用狼險擾亂敵方的腳步 再由拿長矛的士兵襯亂刺向敵人 和軍幾乎無力招架 正人工部隊裡面有一種兵 個子比較矮 他專門拿月牙鏟 這個就是月牙鏟 就從他的腳的地方 就跟他刺下去 因為荷蘭人的腳 那個筋骨的地方 一般來說都沒有護具 所以一纏就倒 倒了以後 旁邊有人衝出來 拿盾牌的人衝出來 腰筋拿起一支銅鎚 就往鐵在頭上敲 和軍慘敗 主帥貝德爾三位陣亡 雙方展開第一次的談判 採訪團隊也在現今的 熱蘭車城博物館 找到當時荷蘭末代長官奎依所寫的回憶錄 被遺物地扶我摩殺 這本書中留下第一手紀錄的談判景象 圖裡面有一個中軍帳 就是一個營帳 中間坐著的人就是鄭成功 而且鄭成功 刻意兩邊有很多他的軍隊 對護衛者來顯示他的軍威壯盛 也來威嚇那個荷蘭人 荷蘭代表遞交熱蘭車城長官書信 鄭成功也以主衛表達立場 他說台灣浮河摩沙 就是台灣灣這裡的人 都是從澎湖來的 都要從澎湖過來 澎湖是我們管轄的地方 是我們的領土 那澎湖又歸張州管 張州是我在管的 所以這裡是我可以管轄的土地 而且是當年我父親 同意借你們來耕作的地方 那我現在要來這裡 建立一個人群的社會 所以你們禮都要還給我 你們還給我 補地給我 那這些建築物城堡交給我 你們人可以帶所有的財產離開 然後我也可以開放港口 我可以開放棚湖跟你們做生意 這場會談結束 雙方相約 如果荷蘭願意撤離 明天掛白旗 但隔日熱蘭遮層上 掛上雪漆 這代表狼煙再起 荷蘭人認為鄭成功並沒有說 明確地說可以來噴湖做生意 所以他認為說 如果第一個損失了公司的產產 第二沒有辦法確保商業的活動 那他們不能投降 也在北縣維戰役之後 這個荷蘭人就採取這個 就是守在城內的一個戰略 不敢再出城跟鄭成功的軍隊迎戰 於是鄭成功採取長達9個月的圍城之戰 隔年發動總攻擊 一舉拿下台灣 荷蘭人自此撤離 也開啟了台灣長達20年的民政時期 我們在北縣維戰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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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北縣維戰役中